这个时期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其核心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它主要有两个特征 一是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 地主有权处置置敌的土地 包括自由买卖在内 二是地主与田户分开 田户归地主负担 电农只向地主交租 但是地主往往把田户转嫁给电农负担 这包括科捐杂碎的勒索 繁重的劳役等等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 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 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 及旧式富农所占有 只有少部分属于农民 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 向他们征收科种的地租 主要是食物地租 除地租外 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 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手段 往往是超经济的 在新谷登场时 商人压价向农民征购粮食 待到青黄不接 农民需要购买粮食时 他们又把粮价抬高 农民劳动的果实通过不等价交换 有相当一部分又被商人掠走 借贷的利率也很高 农民不能按期偿付本期时 则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 房屋乃至子女点卖给地主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 往往是三位一体的 地主不仅发放高利贷 有的还接应商业 而商人、高利贷者 也往往在获利后去购买土地 使自己成为地主 这个三位一体的结合 残酷地压榨着中国的农民 反东政府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利 维护分建剥削制度的同时 还通过征收磕种的赋税等 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 首先是征收田赋 其次是征收盐税 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 1937年 杂税名目达到了1756种 最后是强迫农民服劳役 比如修筑公路、碉堡等 还有强迫农民服兵役 在残酷的分建压迫和剥削下 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 让中国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 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另外 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 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 提供必要的商品粮 轻工业原料 工业品市场等条件 这就从根本上 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 反对封建主义 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就成为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的 来一下基本任务 基本任务 等下 我们ylene小ché